今天的重头戏 这个酥炸排骨 这个棒子可以 大口吃肉的快乐 里面的肉一点都不馋 这个皮泡的酥酥囊囊的 好吃 冷锅鸭血 筒子骨 这是脆炸排骨 我靠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果 今天我找的家火锅比较有新意 今天点的菜都是平时吃火锅 没有怎么见到过的菜 我们今天第一口先吃炸蛋好不好 我太扯闲这个炸蛋了 看一下这个大煎蛋 今天的这个料底就是重庆的那个感觉的 只有蒜泥和香菜 好吃 好辣 好吃 肉就好辣 毛肚汤好了 火锅必备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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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味道还真不烂 就有点重庆老火锅那种感觉 接下来我要吃今天的重头戏 这个酷炸排骨 哇 此处应该有无数个口水 把这一口啊味给你们 咚咚咚咚咚咚 你都不知道有多好吃 哇 哇 金北门 这个排骨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看里面的肉很嫩 我喝了奶茶 我的西瓜呢 今天喝的是霸王茶届的一个新款 现在的奶茶越来越卷 这包装好漂亮啊 这和民族风情 摇摆之上 玫瑰 普洱 还有牛肉 这三种碰撞到一起 净发出来 蹦发出来的味道 很爽 第一次吃火锅全程用手套吃 来看一下这个棒子骨 这块全是肥肉 艾罗 这都是谁发明的玩意儿 这十几块钱棒子骨就还可以的 肉还蛮多的 吃棒子骨一定要说里面的这个骨髓 玫瑰和普洱结合的味道 又很清香 感觉很解腻 主要是贼解腻啊这玩意儿 吃两口饭吧 拿了一个午餐肉 还有一些鸭血 咱们来拌个饭 直接就是手抓饭哦 今天 我就感觉我嘴巴是不是有点辣肿了 今天 他们家伙我有点辣 来吃的朋友们剩点 点个微微辣就行了 我们等这会儿这个鱼已煮好了 这个鱼煮得肤肤腾腾的 鱼就直接啃吧 鲸鱼刺比较多 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 鲸鱼特别特别入味了 就是刺太多了 这鱼 吃不完的刺 我们的火箭鱿鱼 经过了火锅的洗礼 它变成了一个炮胀鱿鱿鱼 它怎么缩小了这么多 这小小的里面 包满了花椒 麻椒 饭或者鱿鱼的一口 哇 这个宽粉之优秀 特别特别有弹性 特别特别入味这会儿 吃火锅小皮必须得对付一口 把所有的味儿急于一批 今天其实我是在家自己炸了一个炸蛋的 但过来他们家的比起来火得太逊色了 但是我还想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自己炸的炸蛋 也还行 是吧 还行 我失败了好多次呢 自己炸的 怎么也要吃掉 还有一个 让我来尝尝我自己的炸蛋怎么样 我感觉我可以 我可以的 你看 火锅里放炸蛋 要不得啊 朋友们 我觉得太油了 好像油闷到了直接 直接就喝了一口油 今天我觉得最好吃的 是我们的酥炸排骨 我们的第一个 我们的第二个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大铜骨 总体来说 我觉得价格也还行 他们家就小分小分了 很适合两个人来吃 我觉得 人多了 估计得点几十个菜才可以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慢慢吃了 你也是要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有空来成都跟小谷一起炫火锅 请不吝点赞 food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